我们一家人今天介绍来自马来西亚的蔡仁顺 为爱飘洋过海到台湾 跟太太经营了一间专卖马来西亚小吃的餐馆 以及南洋风味的炒面炒饭 掳获人心 简单的家乡味 但是它用料不马虎 坚持要让客人品尝道地的大麻美味 跟着节奏敲敲打打 这位留着小胡子理着大平头的 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阿顺 蔡仁顺 七年前阿顺来台旅游时 遇到了在当店员的小兰 后来阿顺在马来西亚生病 小兰一个贴心的举动 融化了这个大男子 刚好看到他要隔几天绳子 所以我就亲我的朋友 帮我就是买一瓶穿杯琵琶 稿寄给他 我很喜欢女生的眼睛 就是会眯眯的那一种 就会笑的那一种 然后就是收到他的礼物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太有心了 外邪顾顾的阿顺 唇环加上刺巾 常被认为是坏小孩或流氓 导致找工作很不顺利 阿顺干脆自己当老板 和小兰开一间带有马来西亚风味的餐馆 别看外表粗犷的阿顺 其实内心很龟毛 墙上的用具都干净地摆放整齐 一站在火炉前 神情变得专注 但火快炒 让每粒米饭都均匀受热 这道看似平凡的炒饭 其实不简单 比头加了具有新马风味的三八酱 粒粒分明的米饭带点辣劲 吃起来更过瘾 每一个厨师 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一个 他们自己三八酱的口味 所以我们就用他的三八酱的味道 融合就是炒饭 还有加了香肠的马来西亚风味炒果条 也是相当受到欢迎的菜色 当初阿顺和小兰跑遍二十几间店 坚持找到和家乡口感一样的果条 才愿意开卖 因为我在这里吃到的都是你们所谓的板条 软软这样的那种会粘牙直 我们的果条不是这样 我们的果条除了薄以外 就是不会粘牙 吃起来是有点QQ的 个性户部的夫妻俩逐梦踏实 在台湾继续写下 属于阿顺和小兰的爱情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